真是太好了 干妈带着奶奶来看老三个孩子 并同意哈扎德和肯尼结婚 而老母亲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亲自给哈扎德道歉 老母亲终于是说出为什么不再见哈扎德了 原来哈扎德是兄弟好几个 家里的资产基本上都被别的兄弟分走了 而父亲还是心疼哈扎德的哥哥和弟弟 最意外的还是哈桑竟然是哈扎德的亲弟弟 那么孩子们的生活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个孩子的世界 清晨温暖的阳光洒满整个山谷 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开始了 父子们一大早便开始干活 哈扎德在搅拌灰浆 哈米德给爸爸打水 这个蓄水池还是挺好的 要比以前好得多了 哈米德怎么又不去上学了 难道是想帮助爸爸快点建房子吗 看来孩子们是准备把肯尼营取回来了 家里的哈尼也在打扫卫生 小哈桑坐在抱枕上吃着糕点 这还是干妈前天拿来的 哥哥和姐姐一直也没有舍得吃 都给小哈桑留下了 小哈桑大口吃着 哈尼仔细地清扫卫生 只为能有一个干净又卫生的居住环境 哈扎德把灰浆浸泡上 再把铁桶准备好 哈米德也过来找爸爸 和爸爸说昨天我们去找肯尼 肯尼家虽然没有直接同意我们 只是肯尼的家人嫌弃我们没有房子和钱 我们尽快把房子修建好 那样你就能安心地去打工挣钱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肯尼一定能回到我们身旁 爸爸和哈米德说你和妹妹安心上学就行 爸爸一定会带着你们过上好日子的 哈米德答应爸爸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在屏幕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 一定在学习的同时 帮助爸爸照看好妹妹和弟弟 把灰浆搅拌好 哈米德和爸爸在推到房子里面 父子们便开始干活 小哈桑乖巧地坐在一旁看着爸爸干活 嘴里还在吃糕点 而哈扎德把房子的高度也修建得差不多了 估计很快就能封顶 小哈桑见到爸爸在铁桶上面干活 小哈桑也在一旁爬着要上来 可惜自己还爬不上来 小哈桑急得在下面喊叫着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过来 不过来吧 不过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